继续走进文物一起去感受历史的魅力 昨天上午福建省文物局对外发布 科学家们在对一批恐龙蛋化石标本进行详细研究之后 发现了记录完整的鸭嘴龙类胚胎 在福建省科技馆分馆 记者看到了这组胚胎标本 工作人员将它昵称为鹰贝贝 鹰贝贝胚胎所在的恐龙蛋 是一个长径约9厘米的椭圆体 容积约660毫升 胚胎部分约占整个蛋的40% 胚胎蛋有着薄薄的约0.4毫米厚的蛋壳 其微观结构显示属于圆形蛋壳 据介绍它原产于赶南地区白厄纪晚期的地层中 距今有6600万至7200万年 我们根据这个恐龙胚胎的头骨 脊椎还有这个四肢的骨骼 它一些独特的形状 可以推断出这个蛋中包含的化石胚胎 我们就叫它英贝美 属于鸭嘴龙类 那么鸭嘴龙类是一类生活在恐龙时代末期的大型的 这个植物性的恐龙 也就是说它吃植物的 那它们都长着很有辨识度的 像鸭子一样的扁皮的嘴 那么这个鸭嘴龙胚胎呢 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发现 但是保存了这么好的 却是非常罕见的 也就是说这些新发现的鸭嘴龙胚胎呢 是目前为止在同类胚胎中保存的最好的 据专家介绍 自1859年以来 世界各地及我国很多中生代地层 特别是白俄纪晚期的地层中 都发现过大量恐龙蛋化石 一般来说 恐龙蛋化石仅保留了蛋壳结构 内部的蛋清和蛋黄早已流失 取而代之的是被矿物溶液渗透进来的填充空腔 恐龙蛋化石形态有圆形 椭圆形 卵圆形 橄榄形等多种形状 尺寸从鞍唇蛋大小到大的超过50厘米 这些恐龙蛋内极少数还保存有胚胎化石 这些化石为研究恐龙的生殖发育 行为 演化 以及古生态提供了宝贵资料 自2015年时 在福建省文物局的组织下 福建省科技馆分馆 对馆内现有标本进行梳理和清修 其间就发现了一批胚胎与保存了软躯体的化石标本 随后 博物馆与中国地质大学合作 借助同步辐射 MCT扫描等技术手段 来检视这批标本 经过三年多的研究 在其中发现了鸭嘴龙类胚胎鹰贝贝 请不 останов 들 Mark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工赞 inicidock 转发 起码 等我